哈囉,大家好,我是波莉 哈囉,我是她朋友 她叫Cara 那我們今天要一起跟大家整理我們的行李箱 因為我們下禮拜要一起去泰國畢業旅行 好 那我這裡有列了一個清單 就是我每次 我們每次出國前都會在先列一個清單這樣子 去整理行李的時候就不會漏掉東西 我不會 我會 然後都會看我的清單 所以我們就一起整理吧 大家知道為什麼她今天要找我來嗎 因為她很常整理東西,我不整理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四隻座的兩種人喔 一種是很懶惰不整理東西的 可以看我怎麼整理 看到妳畫片那麼多啊 可是會整理東西的可以看她怎麼整理喔 GO 我很會整理東西 好 那 我這次 因為想說要去泰國買東西 所以隨身的行李 就沒有要多帶什麼隨身的行李 然後空間的話 盡量能說就說 反正泰國外門熱衣服的話 也很薄 然後 基本上所有東西 會在那邊應該會買很多吧 還有零食 對 好 我們先從拖運的行李箱開始 那因為她沒有帶衣服過來 所以我們就時間先從 用品的地方開始 那 我們的行李箱都是 嗯 這種 看得到嗎 就是兩邊都可以放 所以 基本上一邊是放衣服 另一邊就是放一些盥洗的用品 還有 要帶過去的東西 先從用品開始 跳掉衣服的話 洗髮精 好 好 從盥洗用品 我來找一下 盥洗用品 我有這種袋子 裡面都會裝盥洗用品 這是防水的布料 然後你看 打開以後 它上面有一個 小鉤子 就是你可以 直接整包帶去洗澡 然後你可以勾在那個 浴室裡面 就很方便 你就不怕 忘記帶什麼進浴室 如果你跟朋友一起住的話 總不能光溜溜出來 我的是這個 然後我上面也有一個鉤子 這樣子可以 掛著 但其實我們兩個好像是住同一間啦 嗯 所以光溜溜出來應該也沒有關係 嗯 嗯 好 然後盥洗用品的話 我們兩個都是有用一個袋子 分妝 到時候就直接可以進去 就是這樣掛著 然後盥就比從 洗頭髮開始介紹裡面的東西囉 洗頭髮的 我們兩個住一起 所以 我們剛剛有分配好 洗頭髮是太膽 但我沒有 我還沒裝好 但是我有一個分妝品 對我會用像是這種 小小的空妝品 罐 但是我會去買 我這樣 呃 分妝品罐 但是我會去買大一點的 因為我們兩個人要用 對 然後 洗身體的話就是 我負責 因為我剛剛在 我剛剛發現了 之前我朋友送給我的 這個 Cas Kissen的那個叫什麼 沐浴乳 沐浴 然後它是一個包裝 裡面有三種口味 然後我就選了 我們就拿了一個這個 大家看有到嗎 是不是看不清楚 嗯 好 不管 反正就是沐浴乳 我負責 然後洗 洗髮精他大 洗頭髮完 以後是什麼 你看這時候真的需要清單 沐浴乳 洗完以後 乳惠 乳惠 沒有那一大罐 乳惠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這是Natural Republic 而且它超便宜的 我們是覺得 好像這一次去泰國 應該一罐就會把它用完一個人 因為你會曬傷 然後你每天晚上都要服 它算是你如果曬後的緩和是很有效的 就是便宜又有效的 所以推薦大家如果要去海島的話 都可以去買一個 再去就是晚上回飯店的時候就可以 敷厚厚的一層 看你覺得哪裡吃吃通通 然後它也還沒有買 要再去補貨 嗯嗯 這個 這個這個 好 好 然後我們是要先把全部的東西介紹完再放進去嗎 我邊介紹邊放好了 這個我應該不會 我就直接先放在這裡 等一下再排位置 然後 如果會完以後 又要帶面膜嗎 沒有 面膜 面膜的話我應該會 可以從現有的大保濕面膜 怕以防到時候真的曬傷 然後皮膚很紅或很刺痛的時候 可以趕快擠救一下吧 再來就是洗臉的用品 洗臉用品 我有帶 我就是帶人 我都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就是洗手 我帶了兩種給大家參考 一種是像這種小小的 比我很專業 怎麼沒有 有啦 可以應該可以 對 小小的那種 這是禮膚保水的 還可以用啦 還不錯用啦 反正就是你可以帶著用嘛 然後另外一種是這種 日本的這種 但是我應該不會 不太想帶這個 因為感覺每天用這有點浪費 它就這樣 一顆 小小的一顆 泡泡洗眼粉 然後它是裡面是 一顆就是一天份 然後 這非常好用 但是偏貴 所以我不會每天買 其實倒沒有到很貴 但是就是小貴 好可愛喔 這個出去玩很方便 所以它是倒在手上 嗯 它是打開 倒在手上 搓一搓就很多泡泡 然後這個很好洗 洗眼酵素之類的 對 那我的洗臉的話 就是把你身邊所有的試用包都帶出去 就是 這是 旅行的時候就是你把試用包全部都用完的時候 因為這個太多了 我的是這個 這是倩碧的那個 這是什麼啊 就是三步驟裡面的那個小罐 但這個塊沒有了 所以 我又多帶了兩個金盞花的泡泡泥露 剛好這些試用品都是我現在 在家本來就會用的東西 所以 就是這樣 帶出去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夠 我怕不夠 所以 我等一下還要去挖挖看還有沒有多的試用包 洗臉的 然後 啊 洗臉上要卸妝啊 嗯 卸妝 卸妝的話 我先喔 我是這個 子孫秀的卸妝油 也是這麼小一罐 它是 組合裡面送的 就是很多組合裡面會有小包裝 或者是它送的試用包 這時候 旅行的時候就是出去把它用掉的時候 這個很方便 這個是 子孫秀的 新的那個 Channel 7G 精脆結顏油 我媽媽很喜歡 她說很好用 附上 試用包 也是子孫秀的 結顏油 也是 那個嗎 卸妝的嗎 好像過期了 過期的時候 然後 我還有另外帶那個 卸妝水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 好 那 這是必菲斯特的 如果 必要的話 我再把東西都列在 下面的資訊欄 這是必菲斯特嗎 必菲斯特 就是屈臣式的 它有 平價版的貝德瑪支撐 然後那之前就挖到它的小小罐 這個才49塊 然後 就是可以 再 加強清潔 這個 我會帶這個 因為這很大罐 我喜歡用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很懶惰 所以這個可以邊洗澡邊用 就是你手濕濕的 邊洗澡上你就可以直接戳 然後用 就是很方便 然後它上面有這個 所以 你也可以帶出門 怎樣 這是必要類的 還不錯用 你那個多少 這個 兩百 兩百多塊吧 我忘記了 還一九九 一九九 讚 然後 卸完妝以後 也洗完臉了 洗完臉 就開始做保濕 保濕的話化妝水 所以 我是 也是金仔花的 它也是這麼小的 我說到旅行用的東西 都是用這個小包裝 或是用 是用這種的 我把 它原本其實已經快用完 然後我把原本的金仔花 加進去 它就可以再繼續用了 很方便 化妝水 我有一大瓶化妝水 因為我看這超大罐 我想說 我本來以為 可以帶去敷在身上 就如果曬傷好了 但是 結果我要 帶蘆薈 但是這感覺 我覺得這沒有特別好用 但是特別大罐 這是曬上新的 就是一個 化妝水 穩穩的東西 穩穩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也是 就適用包式乳液 雪姬 它是乳液喔 金的 對 但我不懂為什麼 我去 那邊要帶乳液 但我還是拿 要啦 要啦 那我的乳液是 乳液是 也是試用包 Cheers的 這個是冰河糖的 保濕露 試用包 跟這是雅樣的 就是也是一個保濕的 然後它快美喔 我想說都拿出去用一用 好 然後 洗完臉了 做完保養了 啊我還有少介紹到這個 這個也是 現幣的那個 三步驟第二步驟 反正那時候 買組合的時候 它都有 它都有給這個 小小的 一整 嗯 然後它就是 洗完臉你可以先擦這個 再擦化妝水 就是等於是幫你做第二次清潔的意思 好喔 然後 洗完臉 做完保濕 啊我還有帶那個 保濕噴霧 嗯 有 只是我沒帶 來 這個 這個就是雅樣的那個 噴 泉 噴泉 雅樣噴泉什麼噴霧 保濕噴霧 保濕噴霧 然後這個是禮膚保水的 溫泉 對啊兩個都是噴霧 反正兩個都是保濕噴霧 嗯很舒服 但我應該只會帶一萬出去 只是 不知道哪一個而已 兩個 其實我覺得禮膚保水會有一個味道欸 這到底沒有人跟我一樣 有人說沒有 但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味道 我還是喜歡雅樣這個 然後就噴噴噴噴噴 就很舒服 搞不好在街上的時候也可以隨便噴 好這個 這個我就不要放在袋子裡 可以放在這裡 嗯 接下來 保濕噴霧完以後 洗完頭髮要用護髮的產品 你有買 沒有 護髮我來 護髮是這個 這個畫面是不是真的很亂 這個 噔噔 它是那個 歐萊德的 紫玫瑰護髮 對紫玫瑰護髮 素 護髮油 它就是油然後抹在髮尾 我怕那時候太陽太大 頭髮會變得很乾燥 嗯 那我們要不要說一下我們的行程 不用啊 我們會去曼谷跟沙梅島 喔 就是會在市區跟海邊 所以就是無止境的曬太陽 曬太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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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介紹很多防曬的產品 然後我都有去調查過成分 所以大家也可以當作參考囉 對 它很認真在做防曬 這一塊 然後電棒捲 電棒捲 電棒捲 那我不知道真的不能轉押欸 我的可以 我不行兩隻欸 因為我有一個大的跟一個小的 我不能知道轉哪一個轉變壓 喔大家記得去泰國要記得帶變壓器 因為泰國是220瓦 瓦 是瓦嗎 反正就是要記得帶變壓器 那我們兩個都沒有變壓器 我們打算跟我們朋友借 對 然後再接延長線 所以就可以有很多個洞可以擦 Yup 然後電棒捲的話 我這一隻其實是不用轉瓦 我真的帶去英國的市場 它超小的欸 它跟我的手臂差不多欸 就很小一隻 然後它的是 這是新支管的 它這是沙軒的對不對 對 我真的沙軒的 我會帶這一隻是因為 它是二合一 可以做平板夾 這樣入圍下 欸快沒電了 你想用個泡麵頭什麼的 都可以囉 換電池 電棒捲之後 電棒捲之後 護髮臉完了 然後 因為我個人 很容易出油 頭皮 臉也是 然後所以我都會帶乾洗髮 在身上 乾洗髮 這個 這個是小罐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吧 這個是 Baptist 是吧 英國的一個牌子 然後去城市都有在買 但是我覺得算小貴啦 因為它一下子就沒有了 這一種 然後跟 它也有大的 然後 嗯 就是 把它 撥在這裡 噴一噴 然後再撥一撥就好 可是我非常不建議這個口味 因為它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這個 我看到它這裡寫 XXL 但它 它就是會 讓你頭髮有點黏黏的 但其他罐不會 其他罐是真的很厲害 你只要撥一撥真的就好了 但這個 反正快沒了 我就把它帶去用一用 嗯 乾洗髮 放進去 你叫什麼 牙刷牙膏 牙刷牙膏 我有 欸 我有牙膏 小的牙膏 牙刷我也有 而且我帶的是 非常方便的 這是 黑娜SONIC的 我喜歡用這種 電動牙膏 是因為 我之前 用過以後 然後就 牙醫師就說 我那陣子刷的特別乾淨 所以我後來都用電動的 然後它是這樣 很方便 然後這樣打開 這好酷喔 然後它這樣稍微旋轉 就開始震動了 它是音波的 然後你只要 只要換 它上面這個頭就好 可以拔掉 然後換 就可以一直用一被子 然後它下面就是可以 換電池 用一被子 這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好 這個我推薦大家 如果要去日本 玩再買 因為在台灣跟在日本 差超多 然後你買的話 你一定要多買一些這個頭 因為 台灣跟日本的差價 是兩三倍吧 都是Panasonic 對 Panasonic 推薦大家可以 粉紅色的頭 買看看 我以為它是什麼春友 就這樣 好 那我的就是最簡單的 旅行組 就是高入節 也是旅行組 那時候隨手跟我看到 裡面就有牙刷牙膏 反正 這個牙膏也用不完 因為我是每天都在出國 好 就這個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裡面好了 我把它放進這個袋子裡面 好 然後 大家別忘記帶那種 小小的 保養液 這沒什麼好推薦的 因為其實 就普普通話 但是 我們來推薦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 妳有帶嗎 妳現在有帶嗎 很好 我們 這個是 是其膚立的 現在眼鏡是這個 她的也是 可是 我們買了 月拋跟日拋 想說在逝去的時候 就帶月拋 月海邊的時候 就帶日拋 這樣眼鏡進水 就可以直接拔掉 然後現在 現在妳眼鏡是什麼 開場金月拋 要靠近一點 好 靠近喔 給大家看我的眼睛 她們對不到欸 她對得到我痘痘 但對不到我眼睛 不要 不要 這樣 那就可以看得到嗎 這是什麼金 它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棕色 然後 我帶的是 黑色 但是我眼球顏色太 比較淺了一點 所以每次帶起來 都會變 變成那個 呃 看不到 看不到 這個 好 啊 然後日拋 妳有帶日拋嗎 沒有我沒帶 日拋的話 我的一次是一樣的 因為她說 她有肝眼症 然後她說這個 用起來她完全不會乾 就是 她可以讓我帶很久的時間 或是 甚至我可以戴著看電影 因為我眼睛有肝眼症 所以 超容易乾的 就很挑妳眼睛 但是這個是我帶過 我覺得 最好帶 妳看 這樣感覺很有舒服 比那些什麼 Reed Baby啊 那會不會被打 喔 那妳就打 RXXXBABY 然後 還有什麼 最近還有什麼 它原本都在海昌 反正就各大的 推薦的我都有帶過 但我覺得這個 算是我目前帶過 最舒服的 但雖然它也 高價一點點 但是 蠻貴的其實 但是真的是最舒服的 然後 這個 日拋的話 我買的顏色是 它也是有三個顏色 我買的這個顏色比較自然 有帶跟沒帶一樣 這是什麼 它只有14.1 反正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顏色 大家可以去學成室看一下 它日拋也有塞的 我們看到最自然的一個就是 他們日拋月拋我就帶過 都覺得還蠻舒服的 我也帶過 嗯 然後日拋 可能我就把它丟進去 那眼鏡 保養液就它帶 嗯 然後記得帶水盒 啊對了 我眼鏡的話 會把它放進去 這個袋子裡面 跟水盒 我怕它到時候 就是保養液什麼液出來 還是什麼 那個 這個我也會一起放進去 這樣子 我都會多準備一些夾鍊袋 我覺得大家出國的時候 可以在這裡面加夾鍊袋 才不會有東西流出來啊 什麼的 眼鏡跟水盒 水盒 到時候也把它放進去 這樣 OK 然後保養液衛生棉 衛生棉 衛生棉 其實我這個禮拜已經來了 但我還是 隨便的湊兒帶了一包 這是 所以帶了 看下一半就不會了吧 對 這是28公分 對28公分的 本色你是帶幾公分的 一樣24 24 反正就是衛生棉 大家都知道 就是 我們應該不會來啦 但是就是帶著 以防萬一 朋友來的話也可以 借他這樣子 對 艾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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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用過就回不去了 真的 我想說帶著而已 這個還沒用完 就把它帶出去 這是蘇菲的 OK放進去 衛生棉以後 止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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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很熱 所以身體會很臭 會很黏 然後用起來也不錯 是膏妝的 妳的是什麼 我的是 蕊娜的噴霧 反正就是 它也是有很多口味 可以自己去選 這是 爽生噴霧 無暇盡透 欸為什麼它不會斷夾 可以啦 其實是有的 嗯 好 噴霧 噴霧狀 噴霧狀 然後等一下都會把它裝在同一個夾鍊袋裡面 然後 欸 噴霧是可以帶上飛機的嗎 可以 只要是噴在身上的 好像就可以 只是有限 克容量 噢 100ml 一罐這個100ml 那個 那你那麼多ml 你帶一定有 我這個 這個脫韻還好吧 喔 脫韻的 所以脫韻可以帶嗎 脫韻可以帶 我們再查查看 下面再跟大家說 阿 在打字幕跟大家說 到底脫韻可不可以帶 嗯 可不可以 對 然後 折韻劑以後是 濕紙巾衛生紙 濕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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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為剛好 打折水買 買衣送衣 49塊 所以一個25 因為很黏一定需要它啦 真的 你就是 路上流汗的時候你可以 擦 就進去 然後衛生紙的話 衛生紙我沒準備 衛生紙我們也可以一起用 我就是帶這種隨身的包 小包包包 小包裝 小包裝的 然後帶了六包 我們去六天 一天應該用不到一包啦 希望啦 希望啦 不要那麼冷 放進去 然後 藥品 等一下要去買 哇我好多喔 我 我特地 隨便準備了 那是 頭痛藥間 筋痛藥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頭痛藥間 筋痛藥 然後 裡面就是這樣顆粒 其實可以帶這種 一包一包 你用自己一個小 這樣大概裝幾顆就好 頭痛藥跟筋痛藥 頭痛藥跟筋痛藥其實都可以 他們就是 就是專門那個筋痛的嘛 然後 接下來介紹的是 感冒藥 我覺得 這個感冒藥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感冒要比 大家很多人買的黃色的 那個什麼大陣的 我覺得還好 就是它 它是 葛根湯 的 然後這真的我覺得 它味道也比較好 也不會那麼有藥性 然後這個 我真的覺得很棒 就是大家去 可以買 就是這不是 大家很常買 那個黃色的 是葛根湯 這個我真的覺得 真心在推薦 對 然後還有 藥是 這個 因為我 我 我還蠻會暈車的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看到 它是 暈車可以吃的糖果 然後我看到我就買 這好酷喔 但我沒吃過 而且這裡面超少 這裡面是 兩釘 它裡面 一包只有兩顆糖果 然後它總共一盒才四包 我是覺得這感覺蠻浪費錢的 但是我也沒吃過 帶 帶好不好用 但是我就是買 汽水糖果 大家如果 可以給 這好像是 設計給小朋友吃的 因為小朋友不喜歡吃藥 所以這個給小朋友吃的 你這樣子我還要去查 你的產品資訊 沒有啦 就 大家自己拿去那個 截圖 截圖 自己去 那個 那個 藥妝店找就好了 日本的啦 日本藥妝店找 或者是代購 給你們截圖 對焦 截圖 好 然後我的暈車藥跟那個都還沒有準備 等一下要去藥局賣 然後就是還有這種 賣就雷噸一定要 因為怕被蚊子咬嘛 這什麼都可以抹 然後 因為胃不舒服 所以 還會準備 Wakamato 應該大家 胃不舒服的人 都會 準備 Wakamato 吧 就是 因為我腸胃比較不好一點 然後 它完全 不太能吃辣 所以它要去泰國 找對手 所以它等一下戴Wakamato 找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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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麼辣我怎麼吃啊 好 啊 棉花棒我忘了講 這個 裡面啊 我還會裝 剛剛這 剛剛講的這些是 這些是 洗臉的 然後 沐浴乳 這個放這一下 然後 還有準備這個棉花棒 這個真的超方便的 這在大創買的 然後它有一大包 我這隻好醜 一大包 然後它前面是 哇 它是 用一個起來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 可以把它打開 哇 它就可以走一邊 然後另一邊就還會有套子套子 這樣 哇好棒喔 這樣 然後我都帶來蠻多的 補妝的時候跟 洗完澡挖耳朵的時候都可以用 放回去 棉花棒 按索雷頓運測藥 眼鏡 刮刀 刮刀有喔 有帶 但是這沒什麼好介紹的 刮刀齁 因為我們會去海邊嘛 然後要穿比基尼 所以你的比基尼線 就是怕不然長太快 長太快 不見了 然後在這裡 這就是隨便買買 你就買這種即時用的 然後用完就可以丟 用完就可以丟的這種 對 都在洗三次買的這種 或是飯店剩的那種都可以 希望飯店有四瓜胡椒 啊 忘記跟大家講 我們會準備洗髮精啊 有的沒有的 是因為聽說泰國的飯店好像 不太會供應 灌洗用品 就是為了環保 我們住滿好喔 嗯 我們住的是好的 是四五星的 但是就沒有 所以我們就到自己準備睡財 順便可以介紹給大家 對 然後 重頭戲就是防曬 防曬 免洗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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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戴喔 用完就直接穿完那天 就可以丟了嘛 對不對 嗯 沒有特別推薦 只是因為剛好昨天在去人事方便 我一直以來都是穿這個啦 嗯 一直以來都是 它好像是全棉的 也不會特別舒服 但是就是 一整天下來就直接丟掉 啊 對了 有一種 賣的那個免洗內褲 然後 你要仔細看 有一種是免洗內褲 不是紙做的 那超級難穿 你穿的過程中 可能就破了 所以你一定要買這種 布的 一定要買布的 這個是自己處的 重點 然後裡面有五件 然後分size L MSXL都有 然後我之前買的 我昨天又買的 小桌 都在這邊 再來我們要講 重頭戲 防曬乳 超多的 各式各樣都有 我先說 你要先說你的嗎 你先說好 因為現在應該是因為夏天快到 所以去城市有很多活動都是 防曬乳買二送一的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去跟朋友湊一湊 反正防曬乳一年四季都要嘛 然後我們先講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們買二送一一起的 這個是 這個超好用的耶 但是它就是比較貴了一點 它是蜜泥的 含水防曬保濕水一路 它就是 完全是 沒有任何感覺 很舒服很舒服 很涼的那種 然後 但是它的缺點 然後看一下 SPF50 欸我還有一罐 忘記帶耶 沒關係我剛剛說的 PA++++ 四個加 PA四個加 但它的 因為我們會去海邊 然後它沒有防水 它是物理性嗎 也不是 反正 反正 就是在失去的時候會用 它 而已 那海邊的話就不會 因為它沒有防水的功能 那它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很舒服 用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然後 再來的話 這個是臉的防曬 嗯 這一罐是 禮膚的 防曬 臉的 那它有 SPF50加 PA幾個加 沒寫 沒有寫 但是它們 那麼厲害 應該少說也有個三四個吧 嗯 我們是要用在臉上的 就是在上底妝之前會先上一層這個 不然 一定會長斑 然後 禮膚保險很多產品都會黏黏的 但我們覺得 嗯 這罐不會 還好 就是還好 不會到很厚很黏 嗯 這個 那這個是 防曬噴霧 是泥鏡子的防曬噴霧 那它就是在 外面的時候 就是隨時想要補的時候 就噴 的那種 其實我沒有用過 但是 它這個有 這個有寫SPFG 有 SPF50 PA三個加 然後 沒有顏色很香耶 很香耶 很香耶 然後就是 外出的時候 補的 如果好用的話 真的有用的話 再跟大家說好了 但那個沒有防水 對這個也都沒有防水 我的東西沒有防水的耶 所以它準備被曬黑 好換 然後我還有買另外一罐 也是 防水的防曬噴 是這個 FASIO 它很多 很多店的櫃都側下 所以 你可能 對 你要去城市找一下 或者是你從 屈城市的網路商城買 的時候 320 它原價320打折完 好像26幾 28幾 然後它這罐是 非常受好評 而且就是防水 然後 也是50% 然後 PA四個加 而且這罐是我 導遊朋友 就是它會帶出國 它之前泰國什麼 都用這罐 然後都 完全沒有 曬黑 它就 因為它那個人很調 所以我覺得它說應該很準 所以我可以跟你借 夠用嗎 好啦 別說 然後 噴霧 接下來介紹噴霧 這罐的成分也好 那一罐 這罐的氧化氫 好像有到 17吧 這罐 17還是13我忘了 成分還蠻好的 然後這罐是 啊 反正正面這樣 它是COSE的 然後他們家 其實我那時候之前 防曬乳 我本來 買不到這個的話 我是打算買他們家的防曬 是乳喔 不是什麼凝露 我是打算買它的防曬 因為我覺得那 那這兩個的成分都還不錯 但是我竟然買到這個了 我就不用買那個 但是我噴霧是買他們家的 SUNCASMA 反正就是 也是COSE的 然後我是買大罐的 因為噴霧真的很快就可以用完 所以我推薦大家買大罐 這個是我們帶大家所有朋友一起團購 他們貨都還在這裡 然後這也是50 然後PA四個家 嗯 然後噴霧推薦 我覺得可以買他們的 因為他們是真的也是為防水 然後網路上評價也很好 也不黏 也不會黏 也不會黏 我們有在那個群人室店試用過 不會黏 讚 嗯 防曬真的是超多的 就是大家可以先上網 看成分 打一下成分 然後有 衛生署跟有一個什麼COSE DNA 這兩個網站都會 你可以把 COSE DNA 把名稱打上去 它就會有成分出來 然後也會看幾% 你就可以照著看 基本上不會很難 嗯 嗯 防曬完了 你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剩下的嗎 然後大家如果出國的話 我是會帶一個裝護照的 然後裡面我會 大家可以去印護照的影本 如果也護照不見 然後要配上那個護照的 大頭貼 你都準備了喔 我都有準備 我出國都會準備 護照大頭貼 然後不要帶光碟啦 但是要帶照片啦 然後 然後 跟你的影本 就是如果真的意外不見的話 這是你的舊基品 那我也要去用 對 然後可以 專門用一個就是 裝 裝那個護照的 然後還有 喔 還有什麼 還有 那個 大家不要忘了出來 帶iPhone針 然後我的不見了 為什麼要帶 對喔 如果你要換SIM卡的話 要換SIM卡 我們要不要忘記帶喔 好棒喔 然後還有 喔 我會帶牙線 只是我個人 大家刷完牙 其實你在用完牙線 你會發現你牙縫還是有很多噁心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健康 沒辦法我帶牙線很大 好 然後 啊 然後通常如果出國 我都會把長甲換成中甲 因為 我覺得 因為我們出門也不想帶太大的包包 而且 對 而且 就是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我會把這個 換成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很方便 這是 打開 這是Coach的嗎 不是 這是VVM Westwood 然後這是我家狗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叫Handsome 好 然後它裡面有卡夾 你可以放悠遊卡 去 然後這裡是超跳的 然後這裡是 零錢夾 就 該有都有 很方便 然後我推薦大家可以把長甲換成中 中甲或短甲 然後 我的是 這個 就是零錢包 然後 這個很多人應該都有Coach的 然後 它就是 裡面就可以塞一些卡 就幾層 三格卡 然後鈔票什麼的 那零錢的話 還有多帶一個 這個小零錢包 真的很小 就是隨身的包包可以放一下 因為出去玩 當然是方便最重要 而且我們要去泰國 建議還是帶防水啊 比較不會 怕 壞掉的東西 比較不會心疼啦 然後 然後 再來學士服 沒什麼好介紹 就是 就是你不要忘記戴就對了 不要在學士服喔 臨君什麼要忘記戴喔 什麼都要check過喔 來 學士服玩是 我還會戴一個這個袋子 呃 這個是 那個 Longchamp的袋子 然後它 就是可以當隨身行動 就是你行影相裝不下 你就可以 對 因為我出去沒有打算要用它 所以就是一個拖運的 一個隨身寶寶就好了 那 就另外多帶一個袋子 怕到時候 買太多袋子 然後 我隨便帶了一件雨衣 想說潑水節或下雨都可以穿 雨衣別忘記戴喔 便利雨衣 然後 雨後 啊 然後這是我前幾天去買的 ZN的防曬霜 也是我那個導遊朋友說 他覺得他擦的真的會 但很煩 但我不知道 但是這真的超便宜的 他原價200 然後打完七七折 好像 反正就很便宜啦 然後 這個評價很好 從以前就一直評價很好到現在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錯 但我就是買了 嗯 首先大家可以用用 啊你的太陽眼鏡要不要拿下來 然後這個是 雷蓬的墨鏡 雷蓬的墨鏡非常方便 因為它可以這樣 超方便的 然後它就有 盒子裝進去 然後 然後 騎車的時候也會戴喔 對 騎車的時候也會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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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也要戴帽子 呃 漁服嗎 然後我的帽子 喔我要 我這次買的衣服 全部都在淘寶上面 跟AIRSPACE上面買的 那我想要把它拍成Vlog 以後 大家就會看到了 所以我就衣服就不多做介紹 帽子 反正你到時候看我們的Vlog 就會知道我們穿什麼 嗯 剛剛如果有講到的 產品資訊連結 就盡量放在下面 因為 真的太多了 嗯 真的還蠻多 主要就是防曬 防曬啦 跟你的冠洗用品 比較重要 然後還有 到時候再把完整的 就是 放好的樣子 再用給大家看 好了 建議大家出國的時候 可以戴一個這種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紅袋 嗯 洗澡袋嗎 反正就是 洗澡的時候很方便 一袋子 然後 而且 放在裡面就 整個東西就不會太用 一切隨身用器 ok good 其實可以做個ending 掰掰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跟我們一起整理我們的心理箱 我們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再忘 不要忘記在下面 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 我們 泰國見 掰掰 然後我們 然後 重來吃好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Poly 嗨 我是她朋友 她叫 Tara 然後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 如何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整理我們的心理箱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整理我們的心理箱